千万奇迹小公司找一些高手进来 公司本身的机制管理能力是一个拖拉机 但是你请进了一些高手 它是波音77的引擎 你一旦装上去有马达一启动 你拖拉机就四奔五连 我觉得团队要找合适的人 我以前从来不请那些名人当我的董事的 一般有名能力强又管很大企业的人 很少会真正化石器在你公司身上 他一年来开个两次董事会 然后呢啊啊啊一讲 讲了以后你听听觉得不对 但是你说他当时不对呢 你觉得不尊重他 他说我怎么了 我还是这么个人类的 大小还是个CE 是个董事对吧 你尊重他 你按照他这样做肯定失败 我第一次请了一个副总裁 我们那时候总共五百万美金 他开口说今年的市场预算 一千五百万美金肯定要有的 因为他每年的预算至少是四千万美金 请到我们这儿 我一年最多给他五十万美金 他怎么花都不知道 五十万美金 他都做个广告都不够 这我觉得五十万美金 是可以做一百个广告的 思考不一样 所以我想团队的选择 请大家切记 你到什么阶段用什么样的人 根据你的需要去找这样的人 不要求豪华